看到被101淘汰的田小娟来到rapper舞台 竞争对手们露出了这样的表情 Unpretty Rap Star 一档专为女饶舌歌手打造的音乐真人秀节目 节目组将开启淘汰赛 从12名收唱女歌手中选出决胜方 当19岁的田小娟推开赛场大门时 其他人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一方面是不相信一个学生妹能掀起多大水花 另一方面是已经认出了田小娟 是在101没能出道成功的练习生 参加这档竞技真人秀前 田小娟报名参加了101 并且还是rap组的第二名 但是在韩国这个颜值至上的国家 女团舞台实力是其次 颜值必须要顶尖 而颜值方面有自身特色 但并非第一眼大美女的田小娟 在节目里几度受创 观众将她喷了个体无完肤 连带着她的自信心也下降 根据歌曲选组时 看着一屋子的美女不由开始怀疑自己 我看着一个人的视频 我感到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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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采访时都是丧丧的 连眼神都透露出不自信和胆怯 最终田小娟只不二十强 正因此女rapper们根本没将小娟放在心上 直到听到她的即兴rap 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rap 直接贴脸开大选手们对自己的不屑与怀疑 或许曾经为颜值自卑过 但那又如何 姐们早已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赛道 短短50秒的展示时间 对手们从一开始的看不起 到自发鼓掌叫好 是谁看爽了我不说 19岁的田小娟第一次登上rapper舞台 就在放狠话环节得罪了一众资深大前辈 这是田小娟在冲刺101失败后 参加的另一档竞技类选秀综艺 冲刺101结果被网友居颜值的田小娟 没时间一梦 白天戴着全黑假发 在学校老老实实上课 课间抓住一切碎片时间温习乐理知识 晚上回到方块火力全开搞创作 时机成熟后反手就给自己报名了rapper比赛 打算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在舞台上看得到漂亮的事件 比较大价格 在电视台上看得到漂亮的事件 比较大价格 其实是我最差的 但是其实我最最好的 来到节目转了一圈 将所有人的实力都摸了个底后 小娟更是得出一个结论 论年龄她确实还小 但论实力她是老大 田小娟胆子有多大呢 她不仅是所有参赛嘉宾中年龄最小的 而且还是唯一没出道的 任谁听这句话都会觉得田小娟太过狂妄 但在看完她和竞争对手们表演的合作舞台后 我只觉得田小娟真的很了解自己的实力 合作舞台 田小娟作为年龄最小的选手却选了一首最老的歌 挑选搭档环节更是主打一个初生牛都不怕虎 选择了分别于2006年 2008年出道的大前辈玫瑞赫赫周炎 理由是前辈们更能消化好这首歌 前辈们有没有消化好不知道 但田小娟的表现直接给所有人唱福了 19岁左右 或许你的舞蹈比较打动人 这个被田小娟biss到哑口无言的女生名叫池玉米 是rapper比赛的补威选手 曾经参加过kpop star 还被杨菊花称赞为没有弱点的天才性选手 虽然是中途补威选手 但口气非常大 池玉米三两句话就将其他选手给唬住了 除了年纪最小的田小娟 估计是想错错这位姐的锐气 在EV battle环节 田小娟想也不想就选了她 知道池玉米最得意的就是自己的rap实力 就专门拿她的实力来说是 短短两句话加一个斧头的动作 池玉米的气场瞬间被浇灭 偏偏田小娟出费管子的大招还在后面 允叔是田小娟在1017的队友 首轮平级只拿到了一个F 这么一通组合拳下来 池玉米整个都粘了 轮到他反击的时候 他甚至只敢搬出101的老黄力来diss 关键还给自己diss结巴了 能说吗 真的蛮不堪一击的